城池被攻破了 他们就完了 这个张世成 他为什么要进攻韩绫儿和刘福通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张世成啊 已经在制政17年 也就是公元1357年的时候 投降了元朝 现在啊 他是正规的元朝政府军了 那他不打红金军 他打谁啊 和这个坏事做尽做绝 还敢洋洋得意的陈有亮相比 张世成是个软骨头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这之后不久 他又恢复了自己的国号 号称吴国 你说这四言贩子是不是太多变了 刘福通这会儿正在绝望当中 这个西边的徐首辉 本来是红金军系统的 可是徐首辉现在已经不在了 还能指望谁呢 难道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 就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吗 现在他能依靠的只有朱元璋了 他想啊 虽然自己没有把杜元帅的位置 封给朱元璋 但是他相信朱元璋 还是能够念在同事红金军的面子上 来救自己的 于是 刘福通向朱元璋送出了求救信 朱元璋啊 也收到了 他找来了刘基 就是刘伯温来商量这件事 刘基不说话 先问朱元璋有什么意见 朱元璋说 那刘福通求救 那咱们一定得救啊 朱元璋认为要救刘福通的原因有二 其一自己也是红金军 而韩灵儿呢 从名义上说还是自己的皇帝 最关键的是 这安丰啊 是南京的门户 如果安丰失守 那么南京也会受到威胁 所谓的唇王齿寒嘛 这又是一个看似无懈可计的理由 而且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是朱元璋本人 但是刘基反对 他用什么理由反对的呢 刘基啊 和朱元璋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他对朱元璋的两点理由 做出了逐条的批驳 刘基说 首先 韩灵儿已经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了 去救他 不救出来还好 救出来了怎么处置呢 其次 安丰失守是小事 如果陈有亮趁机打咱们 那该怎么办呢 真是难于抉择呀 朱元璋经过了苦苦的思考 决定还是采取自己的意见 出兵安丰 这回呀 刘基是十分少有的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拉住朱元璋的衣服袖子 就不让他走 一定要求朱元璋放弃进攻安丰的计划 朱元璋什么人呀 是一个非常有头脑 非常有自己主见的人 长久以来 他的感觉都是对的 这也好也不好 好的是呢 他能够选择正确的作战方式 这不好的就是养成了他这种相信自己 这个比较刚愎自用的这么一种个性 这一回他仍然是相信自己的这种感觉 从这件事情上咱们来看看刘基 这个刘伯温 咱们就会发现他的确是个奇才 不但懂得天文地理 这厚黑学的水平也丝毫不低于陈友谅 他明白呀 要想避免弑君的恶名 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让你自己的君主啊 他自个儿死了 刘伯温的名声果然不是白得来的 而朱元璋当时 请您注意啊 是当时在这方面的水平明显的不如刘基 所以最终朱元璋还是率领着他的大军出发了 而大错就此铸成 与三年前他站在狮子山上看着陈友谅一样 这个时候陈友谅也在江州看着他呢 一股强烈的喜悦冲击着陈友谅 因为什么呢 陈友谅认为机会终于来了 朱元璋逝去了安丰 陈友谅对他的行动那是了如指掌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 他居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他为什么不珍惜这个机会呢 这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后来的军事分析家们啊 往往以陈友谅反应迟钝 判断错误来解释 然而事实上可能还真不是这样的 作为陈友谅忠实的同盟 张世成在这个时候进攻安丰 本来就带着威胁应天的意思 他还会给朱元璋设计一个圈套 而且是大大的一个圈套 在治政23年也就是公元1363年3月初一 朱元璋出发去援救安丰 出兵的时候啊 朱元璋心里想着 这个出兵的结果可能是两个 第一安丰解为成功 韩灵儿和刘福通全都得救 他自己呢将获得巨大的威望 韩灵儿从此成为他的傀儡 第二个结果呢 安丰失守 韩灵儿和刘福通全都死了 自己啊就将不受任何人的管辖和约束 您瞧想的还是挺好的 可是谁承想这朱元璋到了安丰之后啊 打出来了第三种结果 什么结果呀 安丰失守 刘福通战死 这韩灵儿啊却在乱军当中被他给救出来了 你说说 这是一个让朱元璋哭笑不得的结果 不但没守住南京的门户 自个儿这儿呢反而多了个迟累 而朱元璋还不知道的是 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经向他张开了 陈有亮正在饶有兴趣的看着朱元璋的表演 并且准备着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是的 这个安丰还不够远 这儿不是一个理想的地点 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让朱元璋耗尽他的全部力量 然后再跟他决战 您说这陈有亮心机是不是很重 在陈有亮的心里 他是这么想的 这红都背叛了我 我都没去进攻红都 不是我不想啊 只是时机没到 在此之前呢 我是忍耐忍耐 我再忍耐 哎 当你朱元璋被那张罗网困住的时候 那可就是我出击的时候了 朱元璋 我改主意了 我不哄你走了 我呀 我要杀了你 敢和我为敌 不服从我的人 就只有死路一条 再说朱元璋 带着失望的情绪 踏上了回应天的路 看着身边的这个韩林儿 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 与此同时呢 张世成的军队并没有就此罢首 在朱元璋撤退的路上 他们组成了小股的武装 对朱元璋的数万大军是不停的进行骚扰 这个让人讨厌的私言贩子 这种不打不逃的游击战术 让朱元璋很是恼火 于是他做出了自己军事生涯当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那就是进攻卢州 由此朱元璋也终于钻进了圈套 卢州是哪啊 就是现今的安徽合肥 这个城啊很大 非常坚固 而且有张世成的重兵把守 朱元璋的打算很明显 他要是攻下了卢州 那就打开了通往张世成老朝江浙一带的道路 这也算是对于远旧安奉徒劳无功的一种补偿 但是事情会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顺利的发展吗 咱们下一回接着讲 然后再终于钻进了 终于钻进来的稳定 然后再终于钻进来的旧 Visor 那么这些终于钻进去的诺 либо脸面 你找得了 你找到来的那种疗